今天我們開始要繼續來跟同學們討論說 市場與國家 尤其來談說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 那所提倡的經濟自由化 就是開放市場的政策 那他到底對於全球各國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今天我們的講義要討論的是有三個國家 就是英國、紐西蘭、墨西哥 來談談自由市場的架構工廠 那這邊我們會談到全球跟台灣 甚至下個禮拜我們會來跟同學們來談論到ECFA 那來談談兩岸的開放市場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John Gray的這一篇 那同學如果上過經濟學的話 你就知道說經濟學家的講法 他說開放市場會帶來經濟成長跟就業的增加 那有些國家經濟的狀況並不好 你知道經濟學家的診斷常是什麼 你就是必須要來開放市場 因為你不夠尊重市場機能 市場的運作不夠好 自由市場運作不夠好 那所以他認為說開放市場 然後可以造成經濟的成長 可以造成就業的增加 好 所以從1980年代開始有非常多的國家 他都相信說開放市場可以帶來無限的勝機 而且可以完全解決經濟不振的問題 好 那 但結果呢 在非常多的國家我們看到 這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那希望破滅就像虛幻曙光而已 你知道我們今天念的這一篇論文的書名 叫做Fourstone 好 虛幻曙光 那你以為說開放市場以後 可以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這是一個契機的開始 可是結果並不是這樣 而且開放市場之後 造成經濟跟社會結構完全的改變 那事實上根據經濟學家 或者有一些實際的例子 我們看到說開放市場 它是有正面的效果 那正面的效果是說 它會拓展經貿跟金融市場的一個開放 然後是政治權利跟經濟利益的結合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政策 開放市場的政策 可能帶來很多經濟上的利益 好 那但是John Gray的這篇論文來討論說 英國、紐西蘭、墨西哥這三個國家 在開放市場之後 不受到人家注意的一些負面的結果 那你看到表面是一個經濟的成長 或者短期的經濟成長 那但是其實它背後還有很多 那這種影響是我們必須來注意到的 好 那首先來跟同學們談談新自由主義 你說這個名詞 好 到底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新自由主義是 最主要是英國的前首相 柴西爾夫人跟美國前總統雷根 他們所共同提出來的 同學如果看過內部電影 鐵娘子對不對 誰看過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好 來看看說英國前首相柴西爾夫人 跟美國前總統雷根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 而且這個影響對世界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一直到現在 而且往後還會繼續影響 哇 你就知道這30多年來 好 他們共同來提倡什麼 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政策 這種所謂的Neo-Liberal 好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好 我們來看看最主要的政策內容是什麼呢 好 來講求經濟的自由化 還有跟民營化 但是你知道美國沒有國營事業 所以沒有民營化 但是英國有非常多的國營事業 所以柴西爾夫人上台之後 就從事非常多的民營化 譬如英國航空公司 還有他們在鐵路等等的 各種的民營化的工作 還有國家解除管制 那國家管制的減少 包括在各種 我們提到的三種市場 貨品市場 金融市場 勞動市場的各種的管制 然後而且非常重要的 是要求世界各國來開放市場 本來每個國家各自為政 對不對 那我只來看我自己這個國家的 各種的經濟的狀況 但是現在是要求世界各國 要來開放市場 包括台灣 你知道美國當年在1980年代 雷根主政的時候 也跟台灣來做了非常多的 所謂的中美經貿諮商談判 這個週是台灣 然後就是要台灣來做什麼 開放市場 那這是我們下個禮拜在談論 ECFA的時候 會跟台灣來談論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個新自由主義呢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代表什麼 那有什麼心 那他是經濟上採自由主義 就是強調這種自由市場的運作 而且這個自由市場是什麼自由市場呢 全球自由市場 不是我自己一個國家的自由市場 所以他會要求別的國家 你就是要開放市場 而讓這樣子一個全球的自由市場的形成 好 然後但是他們政治上是右派的保守勢力 右派的 你知道雷根是什麼黨 共和黨對不對 好 那柴奇爾呢 什麼黨 英國也是主要兩個黨 共黨跟保守黨 同學都知道 好 那所以共和黨保守黨 這都是右派的政治勢力 但是他們在經濟上主張是國家 要來開放市場 對外開放 也要求別的國家來開放 那這個跟以前的自由主義很不一樣 以前的自由主義是在一個 National Economy 這樣子一個Boundary之下 來做的自由市場 但是現在這個自由市場 是一個全球自由市場 好 那所以我們也把他稱為所謂的新右派 或者新保守主義 好 那同學如果一聽到新右派 你就知道所謂New Right 那你就知道所指的 就是柴西爾跟雷根 他們所提出的 這樣子的一個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好 然後英美兩國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都源自於美國 好 芝加哥學派 那海耶克 還有貨幣學派 Milter Freeman 他們所強調 共同強調是什麼 就是經濟自由化 那經濟自由化對他們而言 最主要就是供需法則的運作 好 那這樣子一個市場機能的一個自由的運作 而讓國家的干預是什麼 國家不要有干預 而讓自由市場能夠得到充分的運作 好 讓供需法則能夠充分的運作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看到英國 美國當時在國內城市 是主張的新干預主義 這個Neol Interventionism 當然Intervention就是State Intervention的意思 好 是什麼意思呢 國家來解除管制 然後實行經濟自由化跟全球化的政策 然後但是國家的State Intervention在於什麼 由供給面來干預經濟 這個供給面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企業 好 然後提出振興經濟方案 然後改善投資環境 給予企業各種減稅啦 免稅啦 還有各種的獎勵投資 獎勵的措施 好 所以這是供給面的經濟權 那同時呢 減少國家的介入 尤其在社會福利的支出 然後因為國家面臨財政的問題 你知道1980年代 在歐美國家財政是非常的嚴峻的 整個是國家的支出多 但是收入少 因為經濟不景氣 那這就是所謂的財企業主義 Saturalism and雷根經濟學 Reganomics 然後在國際層次呢 那英國美國採取新保護主義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呢 它是在國際上要求各國要來開放市場 好 開放市場跟投資的機會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三種的市場 那所以這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策略 但是在英、美國內 他們自己國家裡面實行保護主義之實 這到底是什麼呢 來保護本國的產業利益跟就業的機會 譬如美國的鋼鐵跟紡織業 你就可以看到 那像之前你可以看到美國跟中國大陸 有很多鋼鐵的這種應該說爭執吧 然後就會告到哪裡去 WTO去 或者是說美國的鋼鐵產業 譬如跟歐盟也一樣 因為你知道歐盟 它的鋼鐵產業透過產業結構轉型 所以它外銷到美國價格降低 而且品質很好 一樣的 中國你知道它的鋼鐵更是大量的生產 而且價格是更低 所以其實美國的鋼鐵產業 它是面臨到非常多來自於國際上的競爭 那這裡面就很多貿易的爭端 那像這種鋼鐵 美國的鋼鐵像當時小布希時代 那美國跟歐盟的鋼鐵的貿易的爭執 然後當然就是告到WTO去 那世界貿易組織 那同學們猜猜看 最後誰贏了呢 美國認為歐盟傾銷 因為價格又低 品質又好 那你知道告到WTO當然是誰贏 因為WTO強調什麼 自由貿易對不對 世界貿易組織它強調就是free trade 好 自由貿易 那當然在這種狀況之下誰會贏 歐盟對不對 歐盟贏了 那小布希怎麼辦 小布希只好摸著鼻子回去 去跟他們的鋼鐵產業去座談 然後告訴他們說 我已經盡力了 但是我們輸了 那可是那裡面WTO給他們三年的時間 來做美國鋼鐵產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好 然後我們要來看看說開放什麼市場 那之前我們看過勞動市場對不對 好 那勞動市場的開放 那還有資本市場還有商品市場 這個貨品市場的一個開放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到底是什麼呢 好 開放資本市場怎麼開放 包括國家解除管制 譬如說資金進出各國的股會市 可能是開放 但是開放不是無止境的開放 像台灣還是一樣有股會市 那這裡面外資的比例多少 國家還是會做一個規範 那但是進出各國 那你可以看到是一個自由的進出 那雖然譬如說他還是有一個 很高的一個數量的管制 但是那是個天文數字 所以等於是沒有國家的管制了 然後證券化 譬如現在銀行可以來發行證券 Securities 那本來銀行只能來做什麼事情 存款 放款 就是這樣子 這是銀行所做的事情 但是1980年代強調的資本市場 或者所謂的這種金融的自由化 來強調就是開始銀行可以來發行證券 而且還開始開放很多銀行 跟所謂的非銀行投資公司的設立 那都可以來發行證券的 然後還有非常重要的電子化 這個跟我們之前講過的 RICT的發展很有關係 那你可以網路下單 那商品市場呢 尤其透過經貿談判 以前是說透過GAT跟GATS 這GATS是服務業的談判 然後各國來做經貿自由化的改革開放 但是1995之後呢 那新的組織叫做WTO Word Trade Organization 然後主要來推行自由貿易 Free Trade 好 那這邊我們先跟同學們談到Free Trade 然後他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名詞 然後很不一樣的名詞叫做什麼 這是自由貿易 可是同學可能常常聽到 可能另外一個名詞叫做什麼 公平貿易 Fail Trade 這是以後我們會再跟同學們來談到的 那自由貿易是不是代表公平貿易呢 這個中間我是要打個大問號的 好 以後我會再跟同學們來討論 好 那開放商品市場 電子商務我們談過的 因為ICT而是電子商務成為可能 還有跨國企業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他在掌控全球的經貿 那這是整個商品市場 那透過這樣子的各種的改革 ICT的發展跨國企業等等的 然後WTO來推行自由貿易 那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國都來做這樣子商品的 市場的開放 各種進口出口都進行開放市場 好 勞動市場我們就不再多說了 我們上次提過的 包括這種鬆綁勞動市場 各國之間 好 產業之間的流動 還有教育訓練等等的 職業訓練的開放市場 還有包括外勞 也是我們看到是勞動市場的開放 那好 我們來看看說英國的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來談到說 英國的財奇俄主義 那英國所進行的自由市場的開放 到底是什麼 那財奇俄從1979執政之後 來提出所謂的新公共管理運動 那這個公共管理運動是做什麼呢 政府受審 你想這是現在幾乎世界各國 都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政府部門的減少 政府的受審 然後還有國營事業民營化 那英國有非常多的國營事業 然後一半以上 那甚至大部分的國營事業都把它民營化 甚至英國本來有公醫制度 那看病也都是免費的 教育也都是 可是民營化之後就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像他的公醫制度 後來是授予誰來做 雖然國家還有最基本的 像這樣子的健康的保險 健康的保障 但是最主要是由跟美國一樣的 什麼樣子的組織來做健保的事情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做健康保險的事情 好 那這是國營事業的民營化 所以包括像健保 包括教育 那教育的民營化是什麼 雖然像在美國 英國都還有公立學校 但是最主要的 非常多的學校成為私立的學校 好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 有監獄的 當然監獄不能民營化 因為監獄還必須有什麼 公權力在那裡 好 但是監獄就用公辦民營的形式 然後委託民間辦理 所以包括在英國 美國 在澳洲 你都可以看到是監獄的公辦民營 那尤其1980之後 你知道非常多的法規 但是這整個市場的開放之後 造成各種的經濟社會的問題 也造成更多的人犯法 所以你知道在這些國家 英國 美國 澳洲都是監獄都是什麼 人滿為患 你就可以看到1980年代經濟不景氣 但是監獄產業 監獄產業 成為是蓬勃發展的產業 而且透過公辦民營 然後像在美國 你就知道這些監獄怎麼樣 人滿為患 怎麼辦 必須在監獄啊 可是不夠 還是不夠 怎麼辦 美國就開始把他的監獄怎麼樣 建到國外去了 所以你知道犯人是出國的 免費 免費出國 服刑 還有公辦民營 因為他竟然公辦民營 這些民間的企業 他委託的民營的企業 就開始把這些犯人送到海外去 當然公辦民營你知道 這些犯人在監獄裡面不會只吃飯沒事乾 他要做什麼 要讓監獄也成為什麼 獲利的單位 怎麼獲利 犯人必須開始來學習一些技能 做一些手工藝 甚至於做蛋糕 麵包 還有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 然後可以在市場上販賣 而且可以創造利潤 這是國家的認為說 我透過公辦民營 可以來解決很多我國家財政的問題 我不用花那麼多錢來管理監獄的事情 而委託民間來辦理 但是必須要公辦民營 因為必須還有國家的公權力的存在 好 然後政府的組織企業化效率化 包括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壽生 然後建立自由化的市場 就是貨品資本跟勞動市場 各種市場的一個自由化 然後在陳希爾夫人任內 還打擊工會 那因為你知道供給面的經濟學強調是什麼 他們認為我只要給企業各種有利的 投資環境 有利的各種的減稅面稅等等的 或者貸款 然後企業自然會去生產 企業生產之後自然可以創造什麼 企業可以創造就業的機會 有就業機會人民就有購買力 所以這是購買力 這是供給面的經濟學 那當時蔡希爾夫人任內來打擊工會 就是如果勞工的罷工 你知道在英國有很多的罷工的 那勞工罷工 他說資本也不要怕 你可以來開闢第二現場繼續生產 第一現場就讓勞工去罷工 第二現場勞工來繼續開闢 第二現場來生產不受罷工的影響 那你知道在這種狀況之下 罷工的產生的影響就很有限 他沒辦法來逼迫資本來做什麼樣子的改革 那或者來提出對勞工有利的條件 所以這是在蔡希爾夫人任內 你可以看到他的打擊的工會 那讓工會力量減弱 那也改革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福利的支出減少 但是國防支出的增加 當時的福克蘭戰役 他說We have to fight for freedom 為自由而戰 可是當時英國、美國 包括雷根、蔡希爾 當時他介入國外的非常多的戰爭 做什麼? 很多時候是用來提升什麼? 兩國的聲譽來掩蓋國內所面對的各種的問題 當時國內是經濟不景氣、高失業率 然後通過在國外戰爭的勝利 然後來提高他們的威望 那我們來看看說 這樣子的新公共管理運動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英國的影響是什麼? 當時失業率更高 然後怎麼樣來解決失業率 用臨時工跟契約工 我們提過的這些 有的是部分工時 有的臨時派遣 有的這些是短期契約 而來減少失業率 但是失業率還是不斷的飆升 還有社會福利的縮減 但是財富不均提高 而且這種平等 本來在英國是很強調的 這種社會平等 這種平等價值的喪失 而且下層階級跟社會排除的增加 這個社會排除就是你被排除在社會之外 也就是你成為可能失業了 在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 你可能是成為貧窮人口 然後也是叫做社會排除的現象 所以下層階層的增加 而且非常強調個人主義跟自由市場 你知道在個人主義或自由市場裡面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形成什麼樣子的關係 一指的關係 契約的關係 那我跟你要做什麼樣子的 包括你租房子 包括你做什麼買賣 那都是訂定契約 那當一方違反的時候 你就是違反的契約 然後另外一方常常是 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如果沒有照原來契約約定的賠償的話 他就是可以告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法院 那這些案件越來越增加 然後入獄服刑的人越來越增加 跟這個都非常有關係的 還有他弱化了家庭跟社會傳統的機制 然後離婚率上升 然後家庭跟社會問題增加非常多 還有各種法條的增加 那犯罪率上升 警力增加 警力增加也是來增加國家的支出的 那另外一個國家 我們來看看紐西蘭 我們來看到說 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對於國家政策產生什麼影響呢 國家從干預主義跟福利的保障 而轉向市場化 還是市場化這三個字 好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呢 從1990年代 那本來是社會民主黨轉向 國家黨跟工黨的聯合政府 然後開始改採互動費率 而且國有企業也是民化 那勞資關係走上市場化跟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我們上次提過對不對 如果這種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變成為是一個什麼關係 勞工跟雇主這樣子的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而不是有工會來幫你講話的 所以我們上次不是提過嗎 你如果在美國 你怎麼發現你被解雇了 一早進辦公室打開你的email 一看 哇 我被解雇了 然後上面還寫說 請你在一個小時內收拾個人家當 然後離開公司 好 然後這是美式的 你可以看到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是這樣子 那還有他們的公共服務也市場化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醫院的市場化表示醫院開始怎麼樣 這個收費市場化 當然就是價格要提高 費率提高 然後醫院市場化 還有很多醫院是看你有沒有保險 我才決定我收不收 那你如果沒有保險 很多醫院還拒收的因為 他說你沒有保險 然後而且他認為就是 你沒有能力來負擔 這樣子的醫療費用 那教育的市場化 這意思是什麼 本來教育可能是免費的 或者非常 那教育的費用是非常低的 但是現在開始改採什麼 高學費政策 包括在英國 你就可以看到英國也一樣 是高學費政策 包括在台灣也是一樣 像在英國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學生運動 是來反對什麼 高學費 那所以這個公共服務市場化 本來應該是國家所提供的服務 可是現在是走向市場化的狀況 還有法院的監獄的開銷的成長 因為更多的人犯罪 然後監獄的開銷是不斷的成長 失業人數不斷的增加 所以我們來看說 他到底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採取這樣子一個性自由主義 然後這樣子的意識形態 制約的本土文化的現代化 你知道文化變成為什麼 原有的各種的文化的價值 可是現在常常文化產業變成什麼 很市場化的產業 各種文化的東西都是要什麼 賣錢的 而不是免費的 那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 你就可以看到走向市場化的一個發展 還有跨國基金介入公共政策 國家的政策 你就可以看到 不只是國內的各方勢力的一個角逐而已 而是什麼 跨國基金 這些跨國的勢力 跨國的財團 然後來介入國家的各種的政策 比如說國家有什麼公共建設好了 你可以看到誰來投標 那常常是開國際標 你可以看到國際的這些營造的財團 或者企業的財團等等的 好 社會也開始出現動盪 然後低下階層 還有社會排斥的增加 各種貧窮失業 那社會福利的改革朝向市場化 那這個我們之前有提過工作福利 那Walk Fair 那國家來減少社會福利的提供 或者是說國家來提供你像失業津貼 但是他強調你必須來接受 我就業服務機構來幫你介紹的工作 那像在紐西蘭或澳洲 那他們常常強調 或者甚至瑞典也都有這樣子的政策 就是我幫你介紹的工作 那你第一個工作去做了不滿意 你可以說我不做 但是我幫你介紹的第二個 第二次的工作你一定要接受 要不然我給你的像失業津貼 一些相關的社會福利呢 我就是不給 好 那這種工作福利國家來強調的 就是來強調說減少社會福利的給予 那整個社會福利的改革 是走向一個市場化的一個方向 然後社會零距離的消失 本來整個社會是有很強的社會零距離的 然後但是這樣子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他是政治不歸路 那世界各國你看到他是這樣子改革開放 但是可能在恢復原來社會的樣子嗎 不可能 那不會再採取回到原來的政策 好 那另外我們來看看墨西哥 那墨西哥對美國而言 同學們知道 那墨西哥在美國地圖的下方 那美國希望墨西哥成為美國的後院 美國會在他的後院 在墨西哥做什麼事呢 而且美國希望他成為陽光帶的延伸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說美國 在他的後院他希望是什麼呢 美國外移了非常多勞力密集的產業 當然除了勞力密集的產業還有什麼 有些污染的產業也一樣被外移到墨西哥 然後這些勞力密集的產業還有紡織食品加工業 都外移到墨西哥 而且美國從1960年代你知道當時是透過聯合國 然後來推展世界各國 尤其發展中國家的他的整個一個國內的發展 現代化的發展 那美國希望墨西哥成為什麼 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櫥窗 一個show case 然後來當墨西哥的現代化 那所以這是我們看到說墨西哥成為美國的後院 那還有整個中南美洲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的智利在這邊 對不對 是中南美洲國家最長的國家 然後你知道中南美洲最大的經濟體是 巴西 對不對 好 在這邊 然後在1970年代 你知道墨西哥跟巴西是拉丁美洲的兩個 小老虎 我們說在亞洲有四小龍 對不對 好 當然我們說小龍 這是我們亞洲人自己稱的 在國外的稱呼叫做 Four Little Tigers 是四隻小老虎 然後那四個國家呢 在亞洲是這四個是經濟發展 1970年代經濟發展狀況滿好的 甚至都出現了經濟的奇蹟 所以一個是台灣 新加坡 香港 韓國 對不對 這四個國家 而在拉丁美洲的兩個國家 工業化比較好的 經濟成長比較好的就是墨西哥跟巴西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 這兩個國家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1960 70年代 尤其外銷倒向的工業化 然後造成他們經濟的奇蹟 這些economic miracles 好 那但是呢 在他工業化的過程裡面呢 就像IMF跟World Bank呢 借了非常多的錢 然後這些錢是什麼 貸款 然後來做什麼呢 譬如當時World Bank、IMF都說 跟墨西哥跟巴西說 你要做國內的現代化 那你就開始要 譬如說道路、交通、港口、機場 然後甚至水壩 這些都是很需要的 所以當時巴西跟墨西哥 跟IMF、World Bank借了很多的錢 但是沒有錢還 尤其到1980年代 經濟狀況並不好 所以產生了所謂的外債危機 而且還有很多的錢 是跟國際的商業銀行的貸款 那所以在當時呢 1980 90年代 那墨西哥跟巴西呢 那也開始來進行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 就是來強調經濟的自由化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國家呢 做了什麼事呢 那墨西哥當時是1994 有所謂的NAFTA的簽訂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那但是一樣的 在這個時候也出現了 瑪雅原住民的抗爭 那巴西當時也出現了 無土利者的運動 好 我們來看看 尤其在墨西哥呢 那他從1980年代開始的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是政府減少支出 然後控制薪資改革 這種薪資還有各種的價格 還有很重要的實行民化 但是呢 從1994NAFTA的生效之後呢 你知道NAFTA生效是哪三個國家的 貨品之間的都是零關稅的狀況 加拿大 美國的北邊 對 加拿大 我們剛剛看到美國的北邊 對不對 加拿大 然後美國 墨西哥 就是成為所謂的NAFTA 好 那他對國內產生很多的衝擊 那美國是說宣揚自由市場 對墨西哥會帶來很多的好處 經濟的成長 就業的增加 解決各種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1994元旦生效日的同時呢 當時的加帕斯 瑪雅原住民 非常大規模的抗爭 還有當時他們的墨西哥的貨幣批索貶值 好 那造成非常多市場的一個動亂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後來在墨西哥造成的影響是財富更為不均 那你知道墨西哥 他是全世界財富不均的前幾名 那他的均力係數將近百分 將近點六 台灣現在均力係數是點三多 好 那巴西跟墨西哥都將近到點六左右 好 那這是非常高的所得不平均 加戶所得不平均的狀態 還有中產階級的成長的倒退 那中產階級不是不斷的成長 而是什麼 不斷的萎縮 好 然後次貧階級 也就是非常窮的階級的出現 然後咖啡價格崩盤 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的農產品 尤其在拉丁美洲 很重要的兩個農產品是什麼 這邊一個是咖啡 他們種咖啡蔬 然後還有一個農產品是什麼 可可 可可 那是巧克力的原料 還有呢 甘蔗 哇 甘蔗 在拉丁美洲那種甘蔗的種植 跟在台灣種植很不一樣 台灣甘蔗以前是只有台糖才能種 好 那民間種的必須是什麼 台糖種的是那種綠皮的 民間種的是那種紫色的皮 你如果種那種綠皮是違法的 那是來生產蔗糖的 那而在拉丁美洲 他們種植甘蔗是什麼 Plantation 非常大規模的出放的種植 所以蔗糖在拉丁美洲生產是什麼 很大量的生產 而且價格很便宜 那而且他們一向拉丁美洲國家 就是出口咖啡豆還有蔗糖 好 那但是咖啡價格的崩盤 你就知道對他們的民生農民影響是非常大的 還有傳統雜貨店呢 也敵不過這些跨國連鎖店的競爭而倒閉了 好 那就像這種小型的雜貨店 但是呢 你如果像有我們現在的這種統一 7-11 Family Mart等等的全家等等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些傳統的雜貨店是什麼 一家一家的關閉 好 然後你的生意就很不一樣 而且在墨西哥 你就可以看到1997年 執政黨、憲政革命黨 也失去首都跟下議院的掌控權 而給了左翼的民主革命黨 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幾乎是百年老店 然後的 必須下台 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整個社會是產生非常多不良的影響 好 那世界各國開放市場所造成的影響是這樣 那台灣也是要這樣子嗎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會跟同學們來談論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這30年來 世界各國幾乎都是要來靠開放市場 而來期待創造經濟成長 跟增加就業的機會 那各國只追求經濟成長 而不想想看說怎麼樣來做全面的創新、研發 或者積極的產業結構轉型 還有社會發展 那各國任由開放市場 完全改變原有的經濟社會結構 然後也衝擊原來的公平機會、價值跟社會關係 那這整個的社會結構、經濟社會結構 是做了非常大的改變 雖然他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但是也讓原有的工作機會消失或者被取代了 而且他造成社會分配的不平等 好 所以這種供給面的發展策略 那主要是提供企業減稅、免稅、友善的投資環境 但是他會侵蝕國家的稅基 所以政府就開始向人民來徵稅 那但是你知道企業減稅、免稅 他不是做進一步的投資 他常常是什麼企業償付 這種未分配的盈域的增加 但是他又只想用低薪來僱用勞工 所以造成勞資分配更加的不對等 所以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而且中產階級快速流失 而且是向中、下階級流動 那不只是大千元一所談到的M型社會而已 而且是更向中、下階級的一個流動 所得不平等更為惡化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了 像各國的社會服務轉向市場化 包括教育、福利、健保等等 更是加深了各種的社會的不平等 好 所以你看到說開放貨品市場 他可能有可以促進進出口貿易 但是他創造的就業機會 很多是中低階的工作機會 然後開放資本跟金融市場 哇 這個問題更大了 這個也是我們後面要跟同學們 來談到金融危機的問題 好 那因為這些銀行金融服務機構 他會夾帶中階的工作機會 中高階 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動盪 他會增加聘僱或裁員 尤其裁員形成非常嚴重的問題 然後這個金融市場的動盪 尤其整個金融部門 我們後面會來談到的 尤其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行 那更是造成整個金融的動盪 對社會的影響 不管是勞工 那社會不平等的影響 那開放勞動市場像外勞 而且他有可能排擠到本國的勞工 而且外勞的心思跟台灣的基本工資 是掛鉤的 他更是拉低了台灣的薪資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些金融的開放 而造成金融資本主義 也就是你看到現在資本主義 常常是以什麼 金融部門 尤其服務業裡面的金融的部門 來成為帶動經濟成長最主要的來源 這意思是什麼 各國來開放銀行跟投資公司 而且不是只是來做存放款的業務 而是來發行一種東西叫什麼 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這是後來我們在金融危機的時候 會特別的再次來提到的問題 他造成非常多的金融危機 那這些derivatives 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什麼 他是一種起貨 你來壓他 他未來的發展是什麼 那而且他是一個高風險高獲利的 你說壓對了 你得到的是幾倍的三倍 五倍 而不是你在銀行的存款 百分之一的利息 現在我們在增賺18% 18%的利率 但是他這個給的是什麼 是倍數幾倍 但是還有一樣 你如果壓錯方向了 你要賠的倍數是什麼 不是三倍、五倍 不是獲利的三倍、五倍 很可能是五倍、十倍 甚至二十倍、三十倍的賠率 你說這是什麼 這是賭博 speculation投機 好 那這是我們在後來 我們談到金融危機的時候 會在經營部來跟同學們 談到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他是推高高所得者的獲利 更加造成貧富懸殊的問題 那還有開放市場之後 造成非常多的經濟不穩定 那尤其每個國家熱錢 攻擊各國的股會市 還有房地產 尤其股會市 那這個熱錢 Hot currency 同學能知道 他為什麼成為熱錢 你知道Hot potato對不對 但是Hot currency 是什麼意思呢 怎麼成為熱 因為很短 好 來去的速度非常快 這個熱錢進入台灣股市 可能待個三天、五天走了 那個名詞叫獲利了結 離開了 好 然後譬如他可能看台幣會升值 這些熱錢就會進來台灣 然後升了三、五天 他認為夠了 好 不會再升了 錢就會走了 這個熱錢是指他的這些資金的 進入一個地方的來去的速度非常快 好 你知道以前 你知道如果製造業的投資 我到哪裡去投資 這個錢進入當地 至少要放個三、五年 對不對 你才能有投資的這種回收 但是你看到現在這是三、五天的事情 好 他會造成這種金融危機不斷 這種股市會是這樣子上上下下的問題 整個經濟不穩定 使得企業他也不願意來增加 或者來長期僱傭勞工 用很多我們所謂的非典型就業 然後各國的失業率高居不下 非典型就業的增加 那勞工的收入不穩偏低、所得不均 好 然後很多國家呈現這樣子的問題 Job is gross 你看到經濟的成長 但是就業機會並不增加 這樣子的經濟成長 是我們真的要的經濟成長嗎 那經濟成長企業獲利 但是對勞工而言無感 無感 好 那所以我們要問 全球自由貿易真的可以促進 經濟跟就業的成長嗎 好 然後還有各國積極開放市場的結果 並不是雨露均災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受毀 好 反而因為開放市場 資源分配不公而擴大貧富差距 所以全球化真的具有所謂的 trickdown effect 這種捐低的效果嗎 也就是像這樣子 雨露均災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享受到 全球化的果實 開放市場的成果呢 那開放市場之後資源分配公平嗎 這是我們今天的討論 給同學們做一些反思 好嗎 好 同學有什麼問題 在這個時代哪個國家不開放市場呢 而且你知道美國跟歐盟 都跟這些開發中國家 來做非常多的經貿談判 然後就是要你來做開放市場 然後來簽FTA 各種所謂的這種自由貿易協定 那美國尤其在1980年代 雷根總統的時代 還有柴希爾夫人時代 他們跟別的國家來做非常多的 經貿諮商談判 然後像美國 你如果不開放市場 像日本 日本你知道 他對自己的市場非常寶負的 他不隨便來開放他的市場的 那台灣1980年代 1985前後 也是有非常多的中美經貿諮商談判 那台灣在很多地方也不想開放 譬如當時我們的煙酒賣局 還有我們的非常多的 各種貨品的市場等等的 我們下個禮拜會來談到這個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我不開放怎麼辦 美國就寄出各種報復條款 報復的方式 好 那他說好 那你不開放這個市場好了 好 那你輸出到美國 我們輸出到美國的 譬如紡織品或各種的東西 他就說好 我要提高關稅 或者是說像我們紡織品配了 他就說那我可以減少 好 那或者甚至嚴重的 他還給你各種貿易的 各種嚴重的報復或制裁等等的 那所以這是你可以看到 國與國之間的權力很不對等的 他可以用這樣子的權力的關係來要求 迫使你來開放市場 那你剛剛問說 哪個國家能夠不開放市場 而可以達到經濟的成長嗎 在現在世界各國 我們說在那個光譜上 每個國家都是什麼 往右走就是什麼 往自由市場的方向來做開放 只是開放的幅度有大有小 或者是說這個開放還在國家的掌控之下 或者人民同意之下來做什麼樣子的開放 可是很多國家的開放不是這樣子 他幾乎就是國家決定 好 我跟別的國家來做談判 那我就是來簽自由貿易協定 然後就是開放 而且很多像南韓跟很多國家來簽自由貿易協定 而就做很多大規模的開放 而且這個開放常常造成很多人民的抗爭 所以像韓國你可以看到 非常大規模的這些農民的抗爭 勞工的抗爭 然後罵政府是什麼 賣國賊 我就是門戶大開 讓這些外資外國產品什麼全部都進來 而威脅到本土的各種就業機會 人民的生機 人民的各種的價值 人民的零聚力等等的社會關係 各種的 好 那只是每個國家 我剛剛講的 每個國家要選取做什麼樣子程度的開放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不是在國家的掌控之下 在人民的同意之下 來做這樣子的開放 那這是我們在下個禮拜 是談到兩岸的問題 下下禮拜我們會談 市場、國家與制度安排 每個國家要做什麼樣子的制度安排 來做什麼樣子的市場的開放 來做什麼樣子的國家跟市場的關係 還有跟人民各種社會群體的關係 好嗎 這是我們 那也請同學們好好地思考這些問題 來提出你們的問題 好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討論跟思考 而且也是來了解 現在這麼多的國家 每個國家採什麼樣子的政策 更是在台灣要採什麼樣政策 而且更重要的 每個國家要有什麼樣子的經濟社會發展 什麼樣子的形式 大家都受賄的嗎 還是某些人受賄而已呢 還是國家為誰的利益而著想呢 這都是我們 除了在這一篇論文 後面我們都會繼續來跟同學們 討論這樣的問題 好 剛剛同學問 那監獄裡面的讓犯人來做麵包等等手工藝 然後到市場上去賣 是不是威脅到原來的 譬如我們的像喜寒兒等等的 他們也一樣 好 來做出運用他們自己的能力 然後做出到市場來販賣的 那是不是牽涉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 如果從監獄的觀點 他是公辦民營 那當然民營 你知道所有的民營都會做一件什麼事 賺錢 make profits 對不對 一定是要賺錢的 不可能哪一個民間的機構 然後說我完全可以不賺錢 但是我持續讓這企業存活下去 即使我們現在所謂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常常他被定義是說 為了公益或者某一個特別環保或什麼 而我有這樣子企業的存在 但是社會企業還是難免 還是要賺錢 因為這個組織怎麼存續下去 他要付員工薪水 好 那所以公辦民營他們這樣子做 從企業的觀點 他一定會這樣子做 但是你說在市場的另外一個部分 那譬如喜憨兒他們所做出來的 那不見得是在市場具有這麼競爭力 或者是說有別的人來跟他競爭 但是其實這個我們還可以另外一種做法 就像喜憨兒或者這些社服機構 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 那常常在網路上預購、熱賣 而且大家會來預約購買 那這是基於我們整個社會發展 而很多人會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可是這一兩年經濟狀況比較不好 這種預購或購買這些工藝團體 或者社服團體他們生產的東西 這種生意差很多 常常就是沒辦法全部買完 那所以這也是我們必須要更加的推廣 大家來認購 來支持他們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如果監獄 因為監獄做出來的也不是非常多 但是他們其實跟喜憨兒 這個可能有這種市場的競爭 但是其實我們是應該更加強化說 我們怎麼樣來支持這些社服機構 那或者這些工藝團體 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 就像現在很多這些小農的生產等等的 我們常常會透過網路 然後促銷 然後常常他們的東西都會賣光 而且銷售會非常好 這就是人民的知識 社會群體很重要 那人民有這樣子共同的加資 然後來做這樣子共同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好 那同學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有什麼問題 以後再提出來 我們會持續來討論這樣問題 想要當現在大陸的知識 是像是一件事 尊散自的議題 有什麼問題 在這裡 一起進去 有什麼問題 這點是